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投票造假两位制作人被判刑的MNET Produce 101系列 该节目的受害练习生12人中的11人 已经获得MNET的赔偿了 根据媒体报道 MNET根据被选为出道组活动的时候能够得到的期待受益 来决定了相应的补偿金额 而关于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的一位练习生 MNET则表示 该所属公司提出的赔偿金额不切实际 但是我们会继续尽力协调赔偿的 对了,上次在法庭公开的受害练习生12位分别是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赔偿 偏偏在999播放之前 报道这则新闻的理由是什么呢 虽然不知道赔偿了多少 但是受害者们的人生还是感到非常遗憾 很好奇艾朵拉丘受害者们的赔偿进行的怎么样了 艾朵拉丘的原因不应该也要赔偿吗 对于Producer系列的赔偿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艾朵琴谷队长所闻 与IOK Company签订了专属合约 目前IOK Company旗下有 库云郁 周云森 BI 文宁郁 伊云家等非常多当红蚀人 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以艾朵琴谷的队长收到很多喜爱的错问 将把活动名更改成金苏正与IOK Company准备新的开始 对于有着无穷尽潜力的金苏正 公司会全方面的支援 让他以演员发展成长 希望大家能给予关心以及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哦 原来是转向演员呐 加油 加油 希望以演员也能成功 虽然还要看看其他成员才知道 应该不会是不能使用艺名了吧 这样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以艾朵琴谷活动了呢 很高兴 但是也很伤心 希望也能早点听到其他成员们的好消息 对于艾朵琴谷所闻 金苏正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ista的回归 2010年代 以Samaqin大活跃的Sista成员 Hiorin Tason 将以小分队发表新曲 虽然两个人的小分队 不是正式以Sista 而是跟之前 Kim Siniao一己一样 推出的特别单曲 但是尽管是这样 这次是在2017年Sista减散之后 首次以小分队的形式回归 所以真的是令粉丝们 网友们都非常期待 能出一个跟Sista一样的歌就好了 终于在夏天 Sista要回来了 一直都觉得很空虚 最近看YouTubeSista舞台的话 真的四个人都非常厉害 太期待了 哇 没想过的组合 可可 好好奇 其实自身韩饭们应该都知道 Sista虽然比起同时代活动的 一线女团们 粉丝规模是不够大 但只是拿歌曲来做比较的话 真的是可以单挑所有女团 从出道到解散发表的 所有主打歌 没有一首不红的歌曲 所以这次 Hiorin Tason的小分队回归 才会让网友们这么期待 希望这次的新歌 能有很好的反应 之后能连接到 Sista完全体的回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